CAPITO 958 城市频道资讯第一台 这里是五点的快报六十秒 我是林启元 街舞发展局将在这个月的预购组屋销售活动中 推出两千多个等候时间较短的新单位 其中近七成是四房和五房式单位 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最迟会在明年 在御郎和四美开设三家新的勒领中心 以更好的协助年长人士在社区养老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突袭以色列满一周年之际 发声明谴责哈马斯 并呼吁立即结束在卡萨和黎巴嫩的暴力冲突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重返遇刺的宾夕把民亚州造势 保安明显加强 以上就是五点的快报六十秒 六十秒掌握新闻资讯 快速精简播报 准确及时摘要 你可在Capital958城市频道收听 并同步在巴频道和MeWatch 收看快报六十秒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